嗨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厦门 那大家看我的穿衣就知道我们这边天气非常的好 而且厦门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你看有岛还有海绝对是你旅游的不二之选 那我这一次来厦门的目的呢就是带大家来看一看 正在厦门东迅备战奥运的中国羽毛球队 嗨 大家好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 但是我今天不是来看乒乓球的 我是来看羽毛球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国语的东迅呢 以及备战奥运就放在了我们的国拼训练基地 那里面到底会是乒乓球台还是羽毛球场呢 让我们进去一起看看吧 此次东迅近两个月的时间 不仅规律了队员们的生活作息 更重要的是磨练了大家的意志品质 像是陈宇飞在19年末终于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登顶那天 罗知道在社交媒体上用看似开玩笑的语气表示 要用一万米来奖励陈宇飞 万万没想到这一万米不仅来了 还来得这么快 不行了 今天主要是跑了一万米 早上 所以下午 对 所以下午就调整一下 就比较轻松了 但是这个好像是罗到上次主要奖励你的一万米 对 它是那么说的 但是没想到真的要跑 而且还是大家一起跑 都跑傻了 所有人都陪你一起 也不是来每个人的心理情况 也不是陪我 这样子他们可能会恨我 到这边感觉还适应吗 还行 就是练得有点累 你跑一万米当然累 对啊 我的天哪 东训和平时比赛中的训练 还是很不一样的 周二到周日都安排了满满的训练计划 有时候早上六点半就要出操 晚上的时间 教练还要给他们查漏补缺补补课 当然训练也不完全是枯燥的 队内会做好调剂 让他们对抗训练之余 也要保证心情的愉悦 男双组和混双组分成两大阵营 分别派出韩春凯 周浩东 以及正思维任祥宇 在场上展开了一番对决 在双方教练的带领下 队员们还形成了两波拉拉队 为他们加油助威 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 运动训练之余 他们也会打打游戏 开开玩笑来释放压力 生活中的他们 更像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好朋友 他说天哪 怎么还在 上个星期已经装了一个星期了 我说是不是镜头跟大家压一下 上午都不敢做那个很累的表情 但是今天下午虽然太累了 他已经扛不住了 已经到路远行了 又是不要停 我不行了 刚刚自私了都一定 不知道在镜头面前说我不行 今天李猫指导也是亲自来到了场边 而李猫指导今天一整个下午 几乎都呆在了龙哥的训练场边 来进行一个临场的指导 陈龙作为目前男单组的中流砥柱 又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 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但对于他来说 只要参赛了就要竭尽全力 龙哥从两点半开始打 一直打到现在打了两个小时 然后几乎场上都已经没有人在训练了 但是他还在训练 体力真的一级棒 要我估计早累趴下了 我还是乖乖坐这看球吧 我觉得应该说是更想 16年的会儿 你会觉得没拿过也想去拿 那现在我知道难度很大 或者是困难很多 或者是对手很多 困难非常多 但我反而觉得说 这样可能更能激发出我的欲望 我依然还有梦想 只要自己开起来 就应该全力以赴吧 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来说 相较于陈龙的胸有成竹 而石玉琪正面临着胃水一战 7月份受伤手术 对石玉琪来说就像是一场噩梦 逐渐拉远了奥运和他之间的距离 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 积极康复 努力训练 争取积分和时间赛跑 期待在奥运相见 咋样今天的训练强度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一弯吧 你们看看 我看你还可以啊 那可能是对手范围吧 可能不好意思对上远的出手吧 就实事求是说嘛 还比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然后他刚才自己说就是 他自己打的状态没有他想象到那么好 那是因为他很强 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对因为还没有回到他的巅峰 我们作为普通人没有办法真正体会 一个职业运动员要多努力 才能从训练场上真正的站到最后的奥运赛场上 有一段时间心里是非常沉的 就放弃基本就是在旁边了 参加上的话我就想说一句 就是感谢没有放弃吧 丹哥现在身上汗湿的这套衣服 已经是今天下午的第二套了 而且大家看他就是长度上换掉了这么多球 他跟年轻的小江一起打比赛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他已经是一个36岁的老江 提到羽毛球不得不提起林丹 他就是奥运精神的一个象征 在过去的2019年 林丹取得过很好的成绩 4月份的超级750马来西亚公开赛上 林丹一路过关斩将 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李宗伟为他颁发冠军奖金 这也是林丹时隔两年 再一次拿到高级别赛事的冠军 有人说 男丹相继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选手 现在早已不是林丹的时代了 但是他仍在场上 诠释着坚持的意义 曾经羽团的四大天王 现在只剩下这一位36岁的老江 仍坚守在赛场 为他的第五次奥运之旅 请不吝点赛场 当然作为运动员肯定是辛苦的 东迅过后2020年的比赛又开始了 可能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要冲击奥运 他们还要争取更多的积分 像泰国大师赛就正逢中国的新年 为了国家荣誉 他们又一次不能陪伴家人一起过年了 广大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 请问我 这会就是自己的小时候的梦想 我觉得 去研究吧 我觉得要去研究对方那些 还有研究自己的故族之处 就很多方面 包括临界奥运会了 所有的爱好都要围绕着五毛球来走 其他的东西都要取消 我觉得更多的是心态方面了 技术方面是不用说了 肯定要加强 然后心态方面 我觉得达到奥运会 其实我觉得心态会比技术更重要 对于我的人生 其实奥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节点吧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期待的 对 在经过这几天的东迅奥运备战的探营之后呢 我也是见到了运动员们 在赛场之外的生活 以及日常的训练 那我作为这一次东迅探营的小侦探呢 我接下来的愿望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 顺顺利利的走入奥运赛场 能够在赛场上取得娇人的成绩 那我们东京见啦 Bye 谢谢下楼 谢谢监视堂吗 对 路到怎么看 我那个太早 再来一次吧 快点 路到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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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